現在剛進入春筍採收的季節 但來到竹山筍市場 卻看到各潭的春筍產量都不是很多 原來是春雨來得少來得慢 雖然價格抬高 但筍農人希望雨水能下得更多一些 今年就是雨水很少 雨水很少所以產量都減少 差不多產量剩下三分之一而已 那現在是六千多 然後比較大隻的那個三千多 這幾天山區下棋短暫正雨 竹筍總算稍稍解渴 但是上一季開始的旱象 現今微薄的雨量 要脫離減產的窘境 恐怕還有一段距離 春筍跟我們國立的五月初 下雨是有差一點有比較好 這個都要靠雨水 筍值的要靠雨水 議員蔡宇柱 對於今年春筍可能減產的問題 也相當關心 期盼縣府相關單位 能夠為雨綢縛 你定相關配套 春筍的三季已經夠了 但是在市場 大家看到這個量非常的少 這個非常少的原因 應該是這個河水 河水都不夠多 不夠多的情侶 你就算說自己用灌溉的 都比天然的河水的效果 都比較壞 議員蔡宇柱 也期盼老天能趕緊降下雨水 讓產竹筍的竹山 能夠把握產季 賺取足夠的收入 我們在這裡也希望 天空白要等 快地來漏即時雨 天然的河水 一定比冠家的用水比較好 這裡的純順也比較有辦法 來吸收 也算了這些情侶 雨水長期不足 造成筍母長不出來 將會間接影響到 兩三年後的竹筍收成 這才是農民最擔憂的 議長和盛峰 也怕農政相關單位苦民所苦 提供輔導與補助 讓農民的損失不至於太慘重 迷逊中心意竹山採訪報導